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剪得好 臉型你會變小喔 今天Jill就要教大家如何剪一個讓自己臉型變小的瀏海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我們model的髮型狀況 他現在是分斜的 但是呢 斜分他卻沒有修飾到他的臉型 來 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先把我們的區域先劃分出來 第一個區域是這樣的大小 然後呢 我們看好另外一邊的分線 然後連接同一條分線是斜的這樣分過來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分完的瀏海的分線 這一個步驟呢 我們就來劃分出 我們要想要剪短的部分的瀏海 我們先看他的眼睛的寬度 一般的臉型呢 我們正常人的比例 眼型的寬度 等於五個眼睛 一 二 三 四 五 等一下我們要剪的瀏海寬度 也是只有一個眼睛的寬度 當我們瀏海不是往斜分的時候 我們就往右偏一點點 然後是大概這樣的寬度把它分下來 這就是待會我們要剪的瀏海 這個區塊呢 是我們剛剛分化出來的區域 然後呢 我們要剪掉多少呢 就是用這個我們常見的尖尾梳 然後去量大概是睫毛以下的這個區塊 然後就直接下刀 OK 我們下完刀囉 然後再把它剝蓬鬆 再來我們再來剪 這兩側的地方 修飾臉頰 因為這個地方剛好是我們綁頭髮的地方 所以說這兩側頰是很重要的 然後稍微把這兩側修一下 因為這長處太長了 剪完姿勢一長一短 然後我們要對準 這邊是多的地方 再把這個地方修剪掉 為了剪出這個髮型的黃金比例 所以說我們兩側的長度 一定要剛好蓋住我們的兩夾 所以說萬一你剪得太短 這邊讓臉型就會看起來變大一點 我來解釋一下我們剛剛剪的重點 就是我剛剛所剪的這個 一個眼睛寬度的地方 還有呢 我們來修飾兩側的時候呢 這邊轉過來 有沒有看到 這邊是一個很明顯的三角形 三角形在這邊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長邊 這邊就是我們的短邊 這樣子無論是我們把頭髮綁起來 或者是放下來 就可以完美的修飾我們的臉型喔 只要你學會了這個DIY的剪髮方式 你也可以擁有一個 旗下最流行不分線的縮小臉型的瀏海喔